还有一个小鸟 这些是两个人用 这个鸡蛋多了 拿过来清洗一下 晾一下水分 现在开始切一下五花肉 五花肉就已经切好了 现在开始准备腌制 生姜酱油 美味香酱来一勺 排骨酱来一勺 十三香粉 南乳来两块 蚝油 这样子把它放一会儿 让它腌制一会儿 然后我们去煮米 现在就要开始去翻炒我们的大米了 先来上我们的猪油 把这个蒜蓉加进去炸它 然后再来一叠虾米鱿鱼 这个蒜蓉感觉水分炸得差不多了 再倒入进去 颜色非常好看 而且香味非常浓郁 不许虾米已经炒好了 现在就放三斤的糯米 这洗干净了 这个是七斤的一个普通大米 倒进去 配点盐巴进去调味 均匀的蜂草入味 已经炒好了 然后把那个火下了 准备把我这个香粒了 先带上这个手套 然后把我们炒好大米 这个塞的差不多有一半了 把这个五环肉塞进去 要是够好了 我要加个蛋黄进去 给它升级这个配料 大概升到一层左右的空间 这样子才能煮到手 不能撒开吗 出去啊 我们在煮前呢 要先放点盐 13张粉 也加一点 这个粒 放进去了 要让它这个水 刚好没过这个香粒的一个表面 这样子它瘦肉 就会均匀一点 让这个大火去把它烧开 水沸了之后呢 大概是煮了40分钟 如果期间的话 这个水位少了 我们再加水 熟了吧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 放入这个空里面 沥一下水 全部捞出来了 让它沥回水 吃这个沥呢 我们这里有个讲究就是 一定要把它拆开 一根一根的把它拆开 拆开了之后再吃 把它全部拆开 这个是有一定寓意的 这个是有一定寓意的 我直接给它拆在一起吃 嗯 又不要拆 又不要拆 不要拆开 要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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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危险 要拆开 要拆开 排 框 那